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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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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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用夹黑字体写道 八级拳 无中创 无盈传 这一盖棺定论的言论 历史真的如此吗 这是一部出自民国十九年 由一个名叫吴慧卿的人修缮的八级拳谱 拳谱中详述了从吴中一世到七世的八级传人 作为吴中的亲传弟子 拳谱清晰记述了八级二世 分别为吴戎 吴勇和吴忠裕 然而时隔六年还是吴慧卿修谱 民国二十五年修缮的八级拳谱中 八级二世吴勇却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吴盈的名字 两部拳谱同一人修缮 传承人却大相径庭 吴勇为什么变成吴盈 是当时的比悟还是另有宣机 直到最近 一部孟村的吴氏家谱浮出了水面 才聊开了谁是吴戎 谁才是八级二世传人 这一困扰八级界多年的神秘面纱 孟村吴氏家谱清晰的记录 吴慧卿 孟村吴氏十七世 吴连之祖父 而位于孟村十三世 吴慧卿的高祖 正是吴盈 难道吴慧卿 置八级天下人于不顾 让高祖取代吴勇 肆意篡改八级历史 其用意何在 吴盈 真的就是八级二世吗 李世明 苍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罗队村人 一代八级名师 李大忠玄孙 在李世明手里 一部八级全谱 让这些疑问有了答案 这是一部写于民国九年的八级全谱 与民国十九年的八级全谱一样 两部早于民国二十五年的全谱里 吴盈都没有出现 原来让自己成为吴中的血脉 用吴盈取代吴勇 孟村的吴氏八级就成了正宗敌传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到这里乱象有了谜底 但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罗队村的八级全谱里记载 李大忠师从丁孝武 吴荣 但在吴慧清修缮的八级全谱里 却把丁孝武 李大忠变为了师兄弟 他是刚才为了章本在摇顶下 造家 那您怎么觉得他是造家 因为我有谱 这个谱写的是什么 既然七世道明有被武林失德 就没有人主持正义吗 因为我爷爷给他死过 老爷爷 李贵张死过 在明国十三年的时候 孤汇清跟这个强水清许仆 许仆到明国十三年 许仆以后 请了罗塔李贵张爷 来给神仆 当年小吴爷跟大忠爷是师兄弟 这是吴慧清给许的 贵张爷就大弄 急了 当时夺过来就给死了 当时民国十三年 没许成 无独有偶 在民国十九年和民国二十五年的 孟村吴氏八级全埔里 吴慧清还把自己的曾祖父吴童云 祖父吴坤也写成了师兄弟 不仅如此 吴慧清还将其唐曾祖吴灵云 唐祖父吴凯也写成了师兄弟 那么在武林界 亲父子能师从一人吗 吴慧清父亲不练武 在全埔里 本应叙到亲叔叔吴宝瑞名下的吴慧清 却急关算尽 竟偷梁换柱 把自己续到了唐祖父吴凯名下 有备武林长刚 于亲叔叔成了师兄弟 在八级传世上给自己长了一辈 从吴慧清的八级全埔透视出的其他斑斑劣迹 同样也没有逃过八级人的眼睛 吴慧清早家不 但是他早得不约快 你必反说吧 这个到这上边 他把小吴爷取到吴慧下边了 本来跟吴慧是师兄弟 他这个人的祖宗都没有生辰祖娘 他有别人的祖宗生辰祖娘 这是早家他早得不愿 时代往往重演历史 作为吴慧清的后代 吴连之又在冒天下之大不韦 不起祖父后臣 1985年 吴连之再修孟村吴氏八级全埔 与其祖父一样 这次修普同样引来同孙同派 一片哗然 生生讨伐 丁一文跟吴连之的父亲失去的 当时学武叔的 跟吴慧清学武叔 53名 这53名 吴连之的为了抬高 吴连之的父亲吴ök方 这53口子都许的吴连之的父亲跟家 当时这是 大后说跟你学的 为什么许你哪跟家里 他你许就许不许就算了 他为了他抬高 他自己儿子 这无啥口懂不学 原来丁玉林是吴慧卿的弟子 和吴连之父亲吴秀峰是师兄弟 但1985年 吴连之在修孟村吴氏全普时 竟堂而皇之地将丁玉林 去到吴秀峰的之下 明目张胆地给丁玉林降倍 作为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 如今八级全享誉全国 广传海外 不同肤色 不同民族 不同国别 数十万人成为八级的传承者 书写怎样的八级历史 呈现给后人 当代八级人正面临着 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 广传海外 换福年 相宇 是 你 和 我 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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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